自去年3月新高之后,医药龙头CSL迟迟未能再创股价历史,它还能买吗?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CSL Limited是一家致力于开发与提供创新药物的全球生物技术公司 作为全球三大雪江治疗公司之一 公司目前拥有全球采集中心大约30%的市场份额 CSL是仅次于塞诺菲的第二大流感疫苗制造商 现阶段CSL拥有CSL Bearing和Security两条经营主线 考虑到CSL所在行业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和规模才可以高效运作等因素 CSL拥有足够深的护城河 从2011年开始,CSL股价开始启动大牛行情 10年10倍的增长制造出澳股医药板块投资行情的主线之一 然而自2020年一季度 CSL股价创出历史之最过后 近18个月左右的时间 其股价在图形之上并未再次走出新高 而这样事实是在ASX200指数刷新历史记录的背景之下 因此截至到目前为止 虽然我个人对于澳洲股市当中的医疗板块 秉持积极乐观态度 但是对于任何与持有CSL的朋友们来说 我们可能需要事实调整接下来对于CSL的投资回报预期 从图形来看 下方270与250分别是CSL重要支撑所在 而在上方如果要实现技术层面的完全逆转 CSL需要突破这条从去年2月开始的黑色股价趋势线 对于已经持有CSL中长期投资者而言 可以考虑继续持有 对于正在寻求买入时机的朋友来说 文托期间可以考虑将270到280区间作为参考价格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想和我们讨论 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 微信二维码在屏幕上 在欧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